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城里面转一转还是蛮不错的 因为它本身是个旅游驻扎地 所以说很多的餐厅酒店是特别特别好的 我们尝试了几家不错的餐厅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有一家餐厅是专门吃草泥马的 他们草泥马的肉 采用的是Airbacca这种类型的草泥马 就是脖子很长的那种草泥马 长得很丑的那种草泥马 不可爱的那种 给大家普及下草泥马的知识 其实草泥马南美算是一个经济的动物 经济作物可以这么讲 跟我们养猪养羊是一样的 它就是南美的羊 草泥马的毛剔了可以编织 做毯子 做挂毯 都可以做 并且很多草泥马 他们是喜欢把幼年的草泥马 就是不足两岁的 一两岁的草泥马 他们毛非常非常的柔软 摸起来很爽的那种感觉 来编织那个毯子 其实羊駝那个肉是可以吃的 当地人吃牛肉和羊駝肉 都很多 口感类似于牛肉 但是它的比牛肉要更加的嫩 鲜嫩一点 鲜嫩一点 然后比羊肉也更加软一点 羊肉可能会硬一点 所以说是吃起来非常不错的 他们当地人喜欢拿这个铁板 来做这个羊肉 也可以炒羊肉 炒羊駝肉 也可以拿这个石板 弄上黄油 浇上去 然后用石板的温度 把它给煎一下 有的那种很好的口感 小马安米油 其实是要经过一段 很狭长的一段路 叫做圣谷 这个地方其实是欧美人 给它的一个概念 很多人去走这个路 是个徒步线路 他们觉得是个朝圣 其实我觉得圣谷 真的是完全没有亮点 没有什么风光 很差的一个路 并且圣谷 每年好像只有2000个名额 可以走 门票还极贵 如果你们有情怀 可以去体验一下 这个圣谷的徒步 一共要走五天 徒步去这个马丘米丘 我们当然没那么傻 我们坐大巴 先去了欧雁台 欧雁台这个地方 欧雁台附近有两个景点 一个是墨雷梯田 以前古英家人 把地啃成了一层一层 就是类似于我们中国的梯田 是一个圆形的 然后把溪水 山水导流下来 这个水从上往下 它的温度会变得不一样 甚至会有15度的差别 它们就可以种植不同的农作物 现在这个墨雷梯田 现在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比较中岸的一个地方 更多的是摄影 但现在也没有农作物来种植的 我们还是职门主题 从欧雁台呢 我们可以坐火车去马修比丘 这个马修比丘的火车 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是你旅行中非常有意思的一次 乘坐交通工具的一次经历 比较贵 比较贵 贵的话我给大家吐槽一下 其实马修比丘游览很贵 火车我们玩的往返 200多美金 200多美金 但是车程其实只有去两半 回两半 很短的一段车程 200多美金 我觉得是蛮贵的 马修比丘山的门票 也是贵的初期 相当于57美金 我去的时候是57美金 现在看一下忽利 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57名多少钱 再给大家算一下 400多块钱 就去看一个山 一个庙 不是庙了 古迹 所以说我觉得 马修比丘玩下来 还是蛮贵的 对于这个背包客来讲 但你去 秘鲁 你又不能错过 这个马修比丘 所以说 也没有办法 你必须得这么招 老板 这个是马修比丘的列车 不一般 那必须得 你看全体的列车 空城 空上 东门 旋转 跳跃 我们不停歇 然后他们的那个火车呢 是个全景天窗 就是火车顶也是玻璃 然后火车会有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在印 印加 这个古道里面行驶 峡谷和这个山峰 也是相互的交错 景色非常非常漂亮 建议大家来乘坐一下 如果你要不乘坐也没办法 你只能通过火车 我们现在草地现流远 现在行驶在希望的田野上 这就是窗外就是著名的这个 圣舞 我们的这个车一直在进行 固定频率的车震 所以说他们刚才那个 这位美丽的姑娘 她的饮料就移动了 移动移动啊 旋转跳跃 旋转跳跃 我不停歇 美丽两个子 真的真的完全很好 现在她又给了我们一些 cookie来吃 像小时候我们吃的那个 小松饼 这松饼还是长得蛮可爱的 看起来像是很高级的松饼 这个东西 对不对 你带有接受看 这个还刺 你买的假的奥料 有这种青色 太刺 从库斯科到马丘比丘 首先你要坐大巴 坐个小巴 去欧彦台 然后欧彦台是个火车站 然后你就乘坐这种 马丘比丘的豪华列车 去到这个马丘比丘的腹地啊 有个城市叫做温泉镇 其实这个火车是从 欧彦台到温泉镇啊 是这么回事 火车上也有一些空姐 空哨 给你分发一些礼物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高端的 一个火车体验 让你想起来可能很多 在欧洲做火车的一些经历啊 另外一个火车 还有一个升级版本 这个东方快车号 HB号 这个火车豪华到什么程度啊 等一会儿你可以 看一下图片啊 这火车的一些图片 还是相当牛掰的啊 我也没有做过 我只是看了一下 这个火车 上面是标准的 头等舱的一个东西啊 中世纪欧洲的一种 宫廷出游的一种感觉 里面有很多上等的西餐啊 给你配备一顿午餐 然后呢 还有很多当地的印加人 给你表演啊 弹着这个 其他载歌载舞 这个火车 它已经不是一个火车的一个概念了 它是一个 这种奢侈般的一个 一个享受 这是你可以 在去 马修比修之前 你可以选择的一些旅游 一些项目 就是通过一个火车的一个 一个旅游 它这个城市构造也很简单 就是沿着火车线建 一个狭长的小镇 就是温泉镇 终于抵达了这个温泉镇 我们入住了我们的清旅 清旅之后 这个清旅我选的 还比较满意 很便宜 并且它靠着一个 这个峡谷 里面有一个 类似于中国的 虎跳峡的一个瀑布 我把它称为虎跳峡 毕竹的虎跳峡 我们在这儿喝了一个 马修比修的啤酒 然后在温泉镇里面 简单的这个游览了一下 看了看这个镇的这个情况 就是典型的一个 旅游城市 旅游小城市的 小镇的一个状态 沿着这个桥 火车站在那儿啊 下火车沿着沿着沿着 沿着沿着桥过桥之后又转 来我们这儿啊 就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小亭子 就是卖这个 明早往返 马修比修山的门票 错了 车票 第一个是24美金的 看到没 但是是往返的 突一 第一个是单程票 是12美金 我们肯定要买往返的了 对不对 明天早上我买这个 然后但你要注意的话 你这儿是接受美金的 刷卡的话 就接受这两个啊 MasterCard American Express 没有Visa 没有一连 只有MasterCard American Express 我们现在不知道 从哪儿买马修比修的票 所以说 我们问了两个当地的孩子 他带我们去买 他也带我们去买 马修比修的票 这个马修比修的票 真的很坑爹啊 我们得先坐车去欧远台 24美金的一个 花了钱了 然后欧远台坐火车 又花了钱了 来到欧泉镇 又坐巴士去马修比修 Galasius 这个小伙子 给我指明了名路 Galasius 指明了名路啊 然后最后我还得 再来买马修比修的门票 我们看多少钱啊 what 152厘了 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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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开玩笑 啊 64 这不是这不是 我们研究好了啊 马修比修的门票啊 成人是152 那那你问他 学生是77 儿童票77 这是苏尔 今天早上的四点半 凌晨四点半 我跟贾老板在这排队 这儿有个大巴 比如奔施大巴 带我们去马修比修山 如果你要不坐这个大巴的话 你非 途步 途步 也有很多人去 途步上这个马修比修山 然后就是折腾一点 因为一般在早上欠准的时候 天气比较稳定 风也比较稳定 那个时候是比较容易 看到马修比修这个全景的 马修比修是这样子 它是属于日来雨林气候 每年的时候 一半都在云里屋里 所以说看到马修比修 这个遗址呢 全看你的运气 然后大巴呢 开半个小时 把我们开到这个 绕尔山啊 各种区马修比修 然后折腾的那之后呢 我们又等了 大约一个人左右 六点多 六点多的时候呢 我们进入了马修比修 对排队人巨多 毕竟马修比修 其实每天还限流 其实限流的话 也也很多的 这个马修比修 这儿查票非常的正规吧 可以这么讲 坐大巴要查护照 入门入员过来 检票 还要查护照 我不知道现在过来之后 应该咱们一个上山了吧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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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踏入银行 为什么你要一早就拍盾呢 一个是天气原因 一个是一方面 你能看到 马就比如全景 当然我们确实看到了 天气不错 后来的话 我们离开的那天 下了大暴雨 白老师他们是后一天去的 所以说是没看到 他们比较难过 偷了几张我们的照片 假装自己去了 其次就是早上的时候 人会少 第一波的人去的时候 他没有完全散到里面去 你可以首先站到 直高点上拍几张合影 是没有人的一些照片 这是给我们带路的 那个小伙子和这个小姑娘 现在他们俩正在喂这个 喂这个鸽子啊 这个小姑娘肯定吃得不错 她这么小 年纪就有皮肚肚了 那肯定 那她妈妈那边有钱 花刀着刀着刀着 那不得了了 他们你看 只要买了这个 我们买不起的面包 开始喂鸽子 都不够 太奢侈了 你看你看 你看 如果穷人家还是不可能 往非不这样浪费 不可能这么浪费的 你看你看你看 对对对 你看就这样就给鸽子吃了 这有钱 这有钱的 这是属于土豪啊 那有钱的 这有钱的 这人是帅头的 哇 百分之一